歡迎收看小明星 哈囉大家好我是古今儿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 蓝板带7月14号的更新内容 他这一波算是 7月的第三次更新哦 第三次也超快的 然后他目前有一波活动是要大波龙的哦 他终于放出来了 我们又要打火龙了 火龙巴拉卡斯又违规啊 活动是7月14-7月28 两个礼拜之间哦 我们可以来打这个boss 打这个火龙 那这个火龙是比较特别的火龙啊 是需要进入一个传送门进去的 只要你等级到45等以上 然后每天的8点10分 9点10分 10点10分 然后你在这个集园村庄 集园村庄那边会出现一个传送门啊 来点进去就可以进去打火龙了 会有npc来跟我们打吧 那他这边有说进去火龙的副本的时候啊 可以获得一个buff哦 他这个火龙的一个buff可以拿到hp加1000 mp加1000 防御加减100哦 这是多100点的意思 然后魔防 魔法防御也多100点 然后参加减免加10哦 算是一个防御类型的一个buff啊 毕竟啊要进去打火龙哦 buff一定要拿好拿满啊 这个能力加很多 应该是说这个进去就会有啊 那你离开之后这个buff都会交 就会就会被移除哦 好 那另外啊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潘朵拉哦 有啊 就出来卖东西了 他这边有卖这个戒指 然后项链腰带头盔披风鞋子手套水晶球 那这些东西就是要来卖给我们来强化的 强化之后就可以来丢商品 那这边这两套装备啊 这左边这个是阴阳满分的一个套餐哦 阴阳满分的套装 然后右边这个是赛尼斯的一个套装哦 这是赛尼斯的装备哦 很特别哦 欧妈妈哦 那这两个卷择目前还不知道是干嘛的哦 搞不好是强化卷还是变身卷之类的东西哦 觉得应该是变身卷或者是强化卷 如果不是强化卷的话 大家就要花自己的服卷和防卷了哦 然后下面就有一家堆的收藏品哦 可以有加这个最大血量跟魔量的10点了 这好像是火龙的掉落物还是什么的吗 没想到不知道 那下面这边有用到加7的话可以拿到 HP回血跟回魔啊各加一点 然后下面这一组啊是回血跟回魔各加三点哦 然后下面这个是要求回复率加2% 然后来到加8的时候就可以获得这个 近距离远距离还有魔法伤害各加一点 然后到下面这个 这个可以获得近距离远距离魔法伤害加2 然后还有下面这个PVP的近距离伤害加1 然后PVP的远距离差还加1哦 近距离远距离的PVP各加一点 这是他的投产品的能力 那这个投产品是到9月15号哦 9月15号就会被拿掉了哦 好接下来下面第二个活动是这个 新伺服器的活动哦 新伺服器的练功活动7月14到7月28哦 大家 他当成目前有贩售一个这个抛弃之地的普通史一个嘛 他这个活动是把数量提高哦 变成 变成可以买三个哦 这是新伺服器的有的一个活动 那接下来是移民活动哦 TJ的 四周年TJ的特别移民哦 然后一样还是14 7月14到 7月20哦 晚上的6点开始哦 然后到 20号的23点哦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都是小移民 大家应该算是小移民哦 然后只要400赚哦 400赚就可以移民了哦 那这边没有写次数哦 目前不知道大家可以移民几次 不应该一次而已吧 400赚呢 应该很少 接下来第四点就是 活动包的部分啊 活动包有这个 300万金币还有这个 名誉币 还有我直接普通食 14到28 这是特别的包的感觉 特别啊 然后还有这个 祝福卷包哦 2000赚的一个钻石包哦 还有 纯白万能药包 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哦 反正他这一波又是放 放很多 TP只能刀 一个产品包出来让大家买 那这个凭证啊 这个羽毛凭证 是 不是拿来换能力的哦 那这边是拿来做东西的哦 只要收集两个 就可以来做这个神秘的抽卡 不是啊 神秘的成长药水 神秘的成长药水 然后 你收集四个的话 还可以做成 两个这个祝福的圣水哦 所以他这一波 他这一波不是拿能力哦 是做东西的哦 比较特别哦 好啊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一个 跟新内容哦 主要就是打火龙啊 打火龙的boss哦 所以跟火龙来挑战哦 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改变哦 因为之前 大家之前有出过一次啊 不过那次好像是无敌状态哦 那这一次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技能啊 或者是新的造型之类的哦 或者是 一进去就把玩家烧成盛焚哦 跟赌罗斯一样哦 好吧 那我们这次介绍就到这边 我是古今我们下次见 大家记得订阅啊 拜拜 拍 targeted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